这个AI变换风格 它变成这种emoji的风格 你看 这是我原来的照片 这个变得好像像不像 像不像 这个有点意思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风格 换一种风格 换这种风格 再等一下 这个是3D风格 这个脸好凶啊 你看 我没那么凶啊 看上去 那个脸 感觉 感觉不太像 我再换一张 这是蜡笔风格 小孩画的蜡笔风格 这像不像 这蜡笔风格画的太 有点像 像小孩画的啊 再换一张 萨尔达风格 王国之类 萨尔达 萨尔达里面游戏的风格 这个 这个是变成了沙雕的风格 这好像很不像啊 怎么是这样的呢 这个 这个太吓人了有点 他后面 这个脖子 这个脖子怎么 长得像胡子一样的 这个有点 有点吓人 有点吓人 再换一张 霓虹灯风格 看一下 哎呀 这个霓虹灯 这太抽象了 太抽象了 太抽象了 一点都不像 像素风格 就是以前的那种 老电脑上面那种像素风格 哎呀 变成一个苍老的老头了 变成个苍老的老头了 变成个苍老的老头了 看一下 哇 这个就是碎的瓷砖 碎的瓷砖拼出来的脸 是吧 你看 这就是用碎的瓷砖拼出来的 这个风格 这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再换一个 这个风格是 像画在墙上的逃犯的风格 这是什么风格 这个风格 这个人我都不认识 是黑板画 黑板画那种粉笔画 黑板的粉笔画的风格 这有点吓人 有点吓人 蜡笔 小孩的蜡笔风格 哎呀 我这眼袋这么明显 你看 上面还画了三根胡子啊 我怎么还有三根胡子啊 这里 这是蜡笔风格 丁丁历险记的那个漫画 丁丁历险记漫画的风格 就是这样的 丁丁历险记的风格 这个好像还有点传神 想要玩这个东西的话 到这个hugging face hugging face里面的space 里面有一个face to all 大家都可以进去玩一下 这个face space里面 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好今天就分享这些 谢谢